巴黎奧運極劍女子重劍項目 中國隊的余思涵迎戰匈牙利選手 一來一往三回合過招 余思涵以10比15不敵對手 但是他覺得被誤判 向裁判抗議無效後 累灑會場 確定無緣晉級四強 中國極劍代表隊 還有另外一名選手落敗 他是上一屆東京奧運的 女子重劍金牌得主孫一文 在個人32強賽 面對世界排名才43名的 日本劍首及村美穗 三局比賽打成平手 再加碼決一箭 孫一文被擊中 大爆冷門慘遭淘汰 他賽後向裁判投訴 卻被觀眾狂虛 最終他只能接受挑戰 未免失敗的結局 這次是我第三次參加奧運會 雖然東京奧運會獲得了冠軍 那其實在比賽當中 我有一些小的問題 我今年的目標就是 想打敗東京奧運會的孫一文 通過這一屆的巴黎奧運會 挑戰那些的自我 賽後孫一文在微博發文表示 感謝大家的關心 他已經接納一切 接下來還有女子重劍 團體比賽 他會繼續全力以赴 TV新聞綜合報導